下面来看的是知识点的总结 整个道路工程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的知识点 首先是沥青路水泥路这两个道路的结构层 从下往上是怎么组成的 你知道了组成之后 你就得知道每一个结构层有哪些材料 它涉及到有哪些性能 路基压基层面层 我是沥青的面层还是水泥道路的面层 第三个点关于路基的施工 这里面我们以土方做重点 土方当中有田房也有挖房 这个时候田房是最重要的 希望田房的要点同学们能够梳理下来 第四个石灰稳定土和水泥稳定土的 施工 说这个环节是哪里 各位同学注意啊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基层了 基层材料很多 那么这两个点我们作为重点 你做重点的时候怎么来学呀 当然是按照程序 你把程序给我定死 材料办合 运输 摊铺 亚实 养护 你把程序定死之后 每一个程序的环节 它涉及到有哪些要点 哎 你给它填充进去 这框架不就形成了吗 第五一个水泥混凝土路 那涉及到的混凝土交注之前的检查工作 这点我们讲过 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点 当然是交注之前做模板的检查 那模板交注之前做什么检查 第六一个各类型挡土墙的特点 那么以谁为重点呢 重力式的横重式的 还有悬臂还有伏臂 把这四个作为一个重点 下面涉及到的是土工合成材料的作用 那这点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 按理题可以问你啊 土工合成材料有哪些功能啊 包括选择题也可以问 第八个呢是台北陆基填土加基 这个指示点呢也是在土工合成材料 这一幕当中讲到的 而且还有一个图 这个位置是可以考案例的 因为还有可能涉及到我们桥头搭板的指示点 第九 厘清道路面层施工啊 这个施工当中的环节比较长 重点当中密切注意摊铺环节和 免压环节的指示点 第十一个呢是交通导型的措施 这个呢我们上课是绝对的重点了 再有比如说季节性的施工 我们以语期作为重点 你季节性有语期有高温期有冬期 对不对 语期就是道路工程 语期施工作业应该有哪些措施 这就可以了 当然再结合着像我们学过的 伪党的要点呢等等等等 你再给它穿插进来 那么整个第一张道路工程 这些指示点 不算少 当然也不算多啊 道路工程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章节 希望同学们能够彻底的给拿下吃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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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